今天来到了1月24号星期一了 在这几天的台北股市震荡都非常的剧烈 上周五 建生老师还在盘中紧急直播 因为上周五在盘中也是震荡非常剧烈 老师真的就是关心你 怕你在盘中会自断经验 会乱砍股票 所以老师特别来提醒大家 那当然来到了今天 又再次的大震荡 盘中又震了超过300点 留了一个长下影线的同时 老师今天的这一根长下影线 你有动作吗 当然有动作啊 我们的巴菲特班 上礼拜就跟你召开了 今天的我们巴菲特班 趁拉回 我们开始逢梯进场布局了 欢迎好朋友来到古海大丈夫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永成国际头骨陈建成分析师 建成老师好 田青好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这几天的大震荡 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在缩手缩脚 你缩手缩脚还好 千万不能乱砍手砍脚 因为这是完完全全错误的一个动作 那现在该做什么动作呢 你要如何能够趁着大盘 在大震荡的时刻弯到超车 然后呢找寻可以逢低布局的好股票 就是您决胜的关键了 老师在上周五还特别开直播 到今天大盘在大震荡的时刻 老师有动作对不对 你看到今天的台股 开低杀低之后最后有什么样 收近乎高点 收在近乎近乎 一根下引线三百点 对啊 我礼拜五就告诉你了 我说这礼拜封关的最后这三天 是 就是你最后的买点 决胜关键了 所以今天好不容易周末又给你一个 Oh my coin的突然疫情大爆发利空 你告诉我这利空是要给你杀还是要给你买的 当然是给你买的啊 对 老师还举例在去年15 159的那个时刻 对不对 讲了好几次啊 对啊 对不对 去年的5月17号 对 大跌一千四百点的时刻 就是你的机会 那这个机会又来了 然后去 对 我每次都告诉你说 你们不要每次的利空不买 然后利空结束涨很高了 你才要才去追右上角 现在股票给你杀右上右下角 你不是正好应该这时候来买吗 我告诉你这就是巴菲特的做法 所以啊 为什么在这个时刻要来开这个巴菲特班 大家都想做巴菲特 但是怎么样 遇到国际利空 遇到股票在跌的时候 你都觉得 你会怕 你还希望有更低 结果今天多少股票在拉下影线 大盘也在拉下影线 是 有没有 我不是今天才跟你讲 我上礼拜五 礼拜五再杀 我就跟你讲了 结果怎么样 礼拜五就已经杀三百点 今天盘中再杀一次 又三百 对 又三百 连着两天这样就有五百了 对 对不对 很凶 果然今天拉上来了 还收红 是 对不对 你如果今天去杀低的 你又被一堆分析师下 你又被盘中的财经节目在那边下 你有没有现在看他涨上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开始觉得自己有妈呆了 不听我话的 对 你光今天一天你就会觉得垂心肝耶 澡盘如果杀你尾盘真的会堆心肝 来 记不记得 礼拜五我跟你讲这一档 是 我说别人在杀 我就是有股票还可以立次上涨 没错 有没有 有 来这一档股票 今天继续涨 我怎么跟你讲的 抗生息概念股 对不对 我说这个时候你要做抗生息 低本益比低殖利率 高殖利率 高殖利率的 高股息低本益比的 我都跟你讲这一支目标 对不对 今年可能赚九块 结果你知道吗 我很保守我讲九块 对 就消息写多少 结果新闻出来了 出来了 多少 写十块 写的比我还多一块 是 就是非常看好它 是不是 对 那结果今天呢 今天股价就是大胆 这是今天的 一开盘直接开高 持续涨 然后整个走横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弄到收盘 但是收盘也是在这边 还是在这边 重点今天盘中大震荡 它不畏震荡 持续是能够非常稳健 连这两天 别人杀500点600点 对不对 这档股票 它确定怎么样 稳健持续红通通向上 有没有 有 这档会员你们都赚了嘛 有 对不对 你们都知道我在讲哪一档嘛 对不对 OK 那前两 对不对 上这两个礼拜我让你报它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 我想你们可能很多人三条线 老师你干嘛报这一种股票不涨的啊 那现在别人在杀你看到它涨你有没有很爽 当然 你有没有很爽 你相较于盘面当中很多个股 你会觉得你自己好开心 那你前两个礼拜你真的股票都能赚到吗 还是其实你自己偷偷怎么样 把它砍掉 你自己偷偷把它砍掉 然后跑去追 盘面当中的 我没叫你买的右上角 红通通的 结果这几天你正好怎么样 被砍下来 被砍下来了 我跟你讲这一波你只要追右上角的 随便都是砍下都是230% 120% 你看OTC你就知道 OTC在破底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很多中小型个股 其实都很惨的 所以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选股逻辑 你当时你看不懂 为什么我带你做这一档 现在你就懂了 对不对 你现在懂了吗 你就知道富贵稳中求的重要性了 不畏惧大盘的300点的震荡 他还是那个 先见 对不对 先见知名 我就告诉你做事件要领先布局 有时候我们确实是领先 可能早了一点 但是不是不来 时间到他就来了 证明给你看 有没有 有 我所谓不来不是说 诶 像你刚讲风来了 有可能是利空来了 利空来了 我们的股票你就知道他 能够逆风而上 稳在哪里了 对不对 这是另外一档 上礼拜跟你讲一档 元宇宙 是不是 纯度很高的 来 上礼拜跟你讲这一档 然后在上礼拜四它的走势 对 是不是这样子 好来 今天 一开始跟着杀 最后有没有 不到十点就拉回平盘之上了 一路 收今天最高点 是 富贵稳中求 就是这样 对 让你可以很安心 那你也许会讲说 老师 最后反正涨 所以涨很合理 那有没有多少 今天不涨了 有啊 是不是 是啊 对不对 今天大盘下跌 今天盘中还有1400多档股票是下跌的 上礼拜 我还特别跟你讲了那个什么 心拳跟金拓科 来 我们review一下 有的老师你讲一讲之后你就不追踪 对不对 我们先看金拓科好不好 好啊 我以为一定要追踪吗 今天还是在七字头 稳稳的在七字头 你看到没 嗯 长一块 非常的稳 对不对 嗯哼 长一趴啦 长一趴啦 收七十 七字头 七字头 请你看一下今天盘中喔 嗯 今天盘中不是沙滴有没有 对 他不是都这样 大部分都在平盘之上 对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 这就是你要的 是不是 对 不畏大盘的震荡 这两天五六百点 他有没有被吓到 没有 他其实这几天是非常稳的 有没有 连这两天都是红K 对啊 是不是 这才是你要的 安心踏实 稳健的好股票 会员你们手上都有这一档 稳稳的报 所以这两天这样杀 你有没有跟人家饼皮刀 嗯哼 没有啊 嗯哼 你只有这个时候 你才能够看出 男盘见高手啊 对不对 这只有这种盘才能见到 真功夫真本领啊 我们这种行情喔 基本上 嗯 你要嘛就怎么样 站棺山看买销台 不然就是稳稳的抱着啊 对啊 我们的 从上礼拜五到现在 我们这股票都还能够见红 对不对 那你就知道了 我常常告诉你做股票 利空来的时候 你要能够怎么样 吃得下饭睡得着觉 笑得出来 经得起考验呢 就算你笑不出来 至少你要睡得着觉 饭要吃得下 像这样的股票 你是不是安心 所以国际利空 讲难听一点干我屁事 对不对 你要去杀 你要去被人家恐恨 那是你的事 问题是 反而是杀下来有些好股票 就是这样子 有低点还可以去低签 我就是说 就是不是涨跌 你是能报不能报 你能够报一天一天过去 慢慢的你就发现 你的那个资产净值就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与日俱增 对不对 留位实现损益 你就发现越来越高 对 就是这样 所以真的不要 真的 追来追去 狂来狂去 你不要人来人去 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在这时候给你 干脆给你推个巴菲特班 嗯哼 好好跟着我们就做巴菲特 嗯哼 有没有 嗯哼 来我们看一下星全 你有没有看到 今天这根下影线这么长 是 你有看到没有 有啊 感觉上 嗯哼 老师你看你讲不是一样 今天再遇到这个周末的利空 嗯 不照样杀 结果咧 那下影线很长哦 对 留一个长下影线 有没有破底 没有 没有 那会不会这就是第二只脚了 咦 请你看一下 美人腿 下去 对 然后就拉上来 不到10点立刻拉上来 对 很稳 多少股票 到了10点 11点 12点 都还没回到平盘 他立刻就回到平盘 甚至有些股票还是尾盘还下去了 这个不就上礼拜我给你亮牌的吗 对啊 有没有 我说好吗 你们这么爱跟 那就给你跟好了 对不对 所以早盘都还有 我就怕 就怕有人你上礼拜跟了 又或者你 想说 我们有在讲 你今天就去买 买就盘装一杀 一破底 吓死了 自己又 又砍在低连 今天就直接买 直接砍了 你让你这样真的会堵心肝 不要走 真的 大家感受厉害 所以我跟你说 你省了一点会费钱 你真的没有赚到好吗 你那一点点会费 你光是这样一档股票差多少 会做不会做 13号低点是513 对不对 对 今天的低点是512 破 小破一毛 对 一看破砍 这样砍的最低 但是他打出了那个512之后 马上就把他拉起来 所以我就说 不要看技术分析的 真的 看技术分析你赚不到钱 不要看技术分析 看老师抠讯比较实在 对 好这一支 有没有你看 圆宇宙纯度很高的一档 我跟你讲 今年 我去年的年底 我们没有做到圆宇宙 对 但是今年呢 我已经说我在1月 我已经把功课都做好 我找了几支纯度非常高的 圆宇宙 要好好来做 而且他不只圆宇宙还跨足这么多题材 我不是说为了要做圆宇宙 我还去买O-Class 然后我还告诉 对 我还告诉你说 了解 我还告诉你 第二次的韭菜游戏 我们现在变成是 全明星 全明星 悬骨大赛 悬骨大赛 然后我们就是准备要送你O-Class 是啊 赶快来报名 对 好 这一档股票呢 你要跟我操作 你赶快 纯正元宇宙 你们可能也早就猜出他是谁了 我告诉你 这么厉害 就算你猜出也没关系 你猜得到不见得你赚得到 买点 你知不知道 对不对 搞不好你上礼拜你跟我庆场了 结果今天怎么样 结果今天你就直接 砍在这里了 对不对 你吓得要命是不是 我怕你知道吗 开盘之后突然这样 重点是你知道你也不会做 不是吗 你就砍在这边 差别在这里了 有没有讯息差别就在这里 有老师的话你稳稳的 然后你看到拉上来好开心 但如果你自己砍的话 不要说跌的你砍在那边 连盘中我们手上的股票 涨上去 然后盘中砍下来 你搞不好也是怎么样 也是自己先出场了 老师没叫出场 你就自己先出场了 哪只你一出场他就拉上来 真的 有没有 没错 有这么简单吗 对不对 这么简单我们怎么站在这边 来 所以同样的你看这一支 一样啊 砍上来 砍下去 开盘砍下去 对然后再拉下来 我跟想走势会这样就一定是有人砍 那既然会上去就一定有人买上去 当然 对不对 谁砍了谁买了 是啊 希望不是你好吗 希望你还在这里能够赚到今天收最高 我跟上会员我说你喔 你们参加我会员一定是看我节目一段时间 是 我就说我的操作就是富贵稳中求 对 所以我的股票我没让你走 你不要自己自作聪明乱走 对不对 我在去年跟你分享那么多血泪史 不是很多人就是 我没动自己乱动 自断手脚 以为想说我现在卖掉 明天再一个低点 我可以再把它买回来 对不对 我可以比辰辰老师还要灵活 对不对 我可以偷点鸡 对不对 然后做点差价 结果偷鸡不着 18米 干嘛这么累了 可能连米都不见得拾得到 好这是另外一档第三代半导体 对 他一样具备好多题材 我跟你说我扣公价力很多 对呀 你看这档股票我已经准备好了 他的题材也很漂亮 又5G又低轨卫星 这档我已经准备好了 是 你看到他 股价今天这样下来 对不对 现在下来 然后呢 但是什么 这个是大户筹吗 你看股价往下 有人在偷偷吃货 一直吃 对不对 要偷偷吃货 来偷偷吃货 好明显 今天一样 杀下去之后 对 拉上去 收到收高 开地收高 股价随时就被喷 盘中走势我就没弄了 但是我就让你知道 随时就被喷 为什么股价往下 但是 千张大户却要偷偷再增加持股 这一定有问题 买不停 对不对 你不要人家要减 大股东来减 买到不手软 完全没有停下来 老师这是哪一档 好锁定啰 一定锁定啰 来我们今天开始进场买进了 对不对 对 你都知道 我让你来参加 买费特班 对不对 我们就是稳健投资稳健获利 还有一档 我也是上礼拜跟你讲的 对不对 这档我们会员也早就进场了 我们告诉你说 IC后段的设备大厂 是 而且最近不是先进制成都在 相当设备股在涨 问题是你买错的 你去买右上角 是啊 这段时间什么星云中杀 你就跟着被人家 凡轩什么的你去经典去追 都在右上 对跟人家阿呆坎 对不对 那现在咧 还有谁 我带你做的这一档 基本上 先进制成封装 你看他今天 一样有先杀 开盘直接小一个跳空 虽然跟着杀下来 但是没多久 很快 立刻又站上去 对 大涨5.7% 5.7% 很凶 今天这种盘还可以涨5.7% 今天震300点 它可以涨5% 很强 不太差嘛 对不对 不太差 我给你讲这一档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告诉你说 你要复制下一档金拓科 对 就他 就他 有没有 其实这段上礼拜 上礼拜上上礼拜 曾经有一段 有一个高价 是 拉回 我们都没走 我都让你抱好好的 懂 有没有 我希望今天我们会员没有人自己去砍在这里 那你砍在这边我就只能跟你说 你不听话我也没办法 真的 很抱歉 好 好股票都已经给你了 交到你手中了 希望你就是抱好来 你看这种盘可以涨5% 对 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 所以我们的选股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对 老师的选股功力 高手的选股功力 好 这一档 所以不要错过 我们的选股就是稳中求 没错 你经过这两天 你经过这两天 大盘的上冲下行 你们不要每次看到国际利空在跌的时候 然后老师怎么办 我们的股票好像 现在好像不太动 你只看到你手上股票 有一两支没在动 但是你怎么都没有去看别人手上 都已经杀破底了 跌到那个不成股心 整个投资组合可能都二三十%不见了 真的很多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有发现 其实你已经赢过很多人了 你能够稳稳的稳如泰山 这是好股经得起考验 来 今天我们巴佩特班 进场 进场这一档 因为巴佩特班 我们这几天 能陆陆续续续是哪 对 有人参加巴菲特班 有人参加我们 这一个 其他班别 其他班别 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都让你赚到钱 是 巴菲特班 我说我的特性 它的特性就强调 你的会期是一年 对 然后我们的选股 就是着重在基本面 对 着重在价值选股 所以我敢把它拿出来 是因为 它虽然没有像我刚刚讲那几个 尾盘收到最高 但是巴菲特班 很稳的 这个会员你们要留意 你们的特色就是 我挑的是一样具有趋势成长 然后就是怎么样 稳稳的让你抱 没错 10% 20% 让你稳稳的赚到手 好吗 好 所以你看今天 有没有一样吗 前面半小时跟着大盘杀去之后 上来之后 就稳稳的 收盘也是怎么样 相对的 相对的怎么样 也是漂亮的 对 好 来 好 你要的就是这样 稳健获利 好不好 富贵稳中求 长期投资 价值型投资的好股票 今天巴菲特班 你应该是经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买在这边 我们没有让你买在今天的最低 但是下去上来 我想应该差不多 看到稳了之后 我们就进场了 买在那收盘现在收在这边 是 其实价差没有多少 但是我认为 现在这个价位都还是 进场的时机 好时机 所以你手上有资金了 或者你今年你决心 你决心甩开你过去那几年 赚了又亏回去 赚了又亏回去 或者是跟错分析师 一直在亏的 你要不要换个方式 就是跟我 好好今年从一月到 对不对 年从年头开始 我们赚到年底 对不对 给自己一年的机会 一年的时间 从税守到年中 我们就好好 好 用巴菲特的模式 然后在今年为自己 加薪 创造不一样的 对加薪 加薪 没问题 来转股 改变你的股市人生 今年就是最好的机会了 好前面讲完 我们的操作 我们来放眼国际了 这为什么这一两天 整个一月 美国股市一直在杀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很紧张 是因为 你有没有发现 每次利空一出来的时候 然后坏消息就一直出来 当然 对不对 对好像就是一个连锁效应 十月初的五大利空也是这样 对老师不要考我拿五大 我知道老师应该预备拿五大 不要考我 我不用考你我考我自己 我已经不记得了 缩减购债 殖利率飙高 对不对 苹果砍单 还有没有 还有还有两个 还有哪两个 太难了 这太难了我 我无法 还有哪两个 我不记得了 欧麦空 疫情 疫情 好 还有那个时候限电是不是 那个大陆限电的那个 对限电 好 我跟你讲就这几个利空 那 你们每次遇到利空的时候 你们就很担心 但是我都告诉你说 我们本身 你不要被这利空影响 那时候还有个连准会升息 就那个要讨论 10月18号 对 10月18号的一个会议 好 这一次你仔细看 1月初的美股往下修正 我告诉你那只是配合的刚刚好 年底做账完毕 要重新开始的 大洗牌的时刻 在12月通常都是把股价 弄到最高 对 要做账 我们国内的集团 也是把股票弄到最高 记底做账 集团做账 股票拉到最高的时候 他们卖掉之后要怎么样 重新开始 他重新开始 他还会给你买高高的吗 要把股价先打下来 他要先把股价压低 压低下来之后 他才能够第一买 那怎么压低 放利空 所以12月的联准会的会议季要出来 大家把它解读成三月就要升息 所以这是第一个立空下来 结果咧 怎么上礼拜 你好死不死 你不在之前说什么要去什么 苹果 脸书 微软这些 Google要反托拉斯 你在这个时候你才说要反托拉斯 我跟你讲 反托拉斯这个东西不是现在才有的 反托拉斯每年都在给你反托拉斯 就是看消息怎么出来 对 就当他想要放个利空来压股价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信息 然后我记得好像也是在上礼拜 反正又传出北韩 反正是有什么大利空 那个北韩又一下要给你射导弹还是干嘛 就是我告诉你 反正要放空股票什么消息都可以拿出来报 是 就是这样子 我每次看到这些我心里就有底了 我要准备了 见列欣喜了 对 因为 一定会有人害怕 就可以看到出有人就故意用利空在下你 把股票压低 那我咧 那我就把银弹准备好 人气我取 你再怕我准备要来结合 买右下角的股票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讲 美国的那些有钱人 基本上他们是可以掌控怎么样 掌控消息的 他就用消息来左右你 然后让你怎么样 追高 然后杀低 你去杀低他就捡回来了 然后用消息让你追高 然后他好怎么样 到货给你 所以这都不重要 中小老师我告诉你说 我们都用数据来做分析 一分证据一分化 所以你看我在前上礼拜 我就把这一张拿给你看 我说美国最近的五次升息循环股市表现 对不对 葛林斯潘时代 有没有 结束 对不对 从升息开始到结束 这段时间道琼还涨了16 标普还涨了13% 纳斯达克涨18% 1957年那一次 对不对 过了这个隔年1998 亚洲金融风暴 对不对 就那段时间还怎么样 道琼还是涨17 标普涨更多32 纳斯达克涨40 对不对 来 再来 1999年 唯一的一次 其实我记得在1994年的隔一年 1995 台股那时候也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995润8月是不是 我以为你不知道 想不到你居然讲出来了 是真的是这件事吗 是啊 没错 天儿啊 我告诉你 我听我妈妈说的 好 没对 那这就对了 听你妈妈说就对了 我想说你怎么会知道 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 对啊 那个时候你不是才20岁而已吗 那时候还有一本 还有出书 刚出生 刚出生 20年前吗 我告诉你 那时候我在哪 我在澎湖 在当兵啊 你知道李登辉 对 澎湖是我伤心的所在 我告诉你 我从澎湖 离开部队之后 我这辈子我就从来没有再踏进澎湖 因为我是1996年离开澎湖 1995你知道那时候 1995论八月 很恐怖啊 我在那当排长 我在那当排长 吓得要命吧 对啊 挖一堆散兵坑 好可怕喔 带着阿兵哥挖散兵坑 然后没事就要演习 就要跳到里面 你知道吗 记忆游行 那时候台股不是跌吗 李登辉的那时候 对不对 两国论 然后1995论八月 对 然后说会有台海危机 大家吓得要 股票也跌 有没有 那时候 原来如此 98年金融风暴 好 都是有利空的时候 对 结果怎么 人家还涨呢 好 再来一次 来 99年 99到01 2001年 网路泡沫的那一次 对不对 是吗 网路泡沫是2000年 对 但是2001那时候 发生一件事情 是那个双子星 没错 双子星就是在那一年 爆炸的那一次 来 OK 所以那一年是负的 对不对 所以那一年是负的 小跌啊 对不对 那再来呢 2004年开始升息 结束2007 就那三四年 那三四年的入股 金砖四国是标道班 有没有 对 那时候是大崛起 结果怎么样 不是升息吗 对 那三年不是升息循环吗 可是一样涨 怎么大涨呢 对 看到没 是 好 为什么到2007年结束 因为2007年开始出现怎么样 次贷风暴 08年的雷曼兄弟 美国就从那时候 07年开始酝酿 酝酿金融海啸 对 到08年 对 整个爆发 好可怕 所以你不要去怕升息循环 我已经告诉你 有本钱升息代表有什么 代表是有底气 怎么底气 经济面的底气 一定是经济不错才有底气升息 没错 你老师这次不一样 这是要对抗通膨 那为什么通膨 因为 那也是经济不错 对 你有钱才有办法涨价 对不对 像台股的定 上个礼拜有看到数字 外销订单是细创高年创高 非常漂亮 对 然后我不是跟你讲 我说什么 你们现在在跌我都很开心 你们在怕我自己信人在偷笑说 你们都忘记去年的上市贵公司 大赚耶 他赚那么多钱他配出来没有 没有 除了像台积电这种一季配市的 很多公司是一年的配市 还没配息耶 那你现在股票杀人这样 我告诉你 你不买哦 过两天 过完年要开始开董事会 对要开始了 董事会一开始一开 然后讨论去年的EPS 是 你猜过 哇靠怎么赚那么多 怎么要配那么多 那现在股价 等你知道已经长上来了 对 那你就很 对心肝 你就 很愚择 你就 又错过了 恨不听层层言 在封关前 对啊 这时候就是最低点 你不信 我告诉你 二月我们再来印证 好 反正 我说 从去年到现在 不相信我的话 跟我擦肩而过的人 很多 也不差多你一位 对不对 真的 去年七月 不相信的 跟我擦肩而过的 对不对 七月八月九月 死报活报航运的 到今天你就知道了嘛 还在破底 对不对 中间弹上来 我告诉你 你不要痴心妄想 它会回到200 你不相信了 好不容易这一波 阳明到130 长农到140到150 你还不愿意走这一波 你看又回到110了 100了 阳明100又破了 对 140到100又破了 又是差40块 对啊 40块 40块 一张4万 对啊 10张40万 40万 差多少 140万 你现在又变只剩100万了 差很差 才几天 对 才一个月的时间 你不相信 好 所以真经不怕考验 那你还要等二月再来印证我 现在跟你讲的吗 时间经得起考验 为什么还要印证呢 你为什么不现在就跟我这三天 趁低来跟我布局 封关前你先买好 封关后新的金虎年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 时间经得起考验 好 所以呢 所以现在巴菲特班 你要赶快来啊 25429977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一句话 好 来 看一看 我跟你讲 这个年 年前你跟我好好布局 我相信年后到三月 你们一定都会笑得很开心 我说真的 就会很有感了 真的 这个时候大家不敢买 不敢报股过年 你就跟我报 我每年我报股过年 我过完年我都是笑呵呵的 真的是这样子 明白 不管什么时候都一样 好 因为你报好股 报对股 来啊 请你看一下 这一张是 台股市场 礼拜五的外资不是大卖400亿 对不对 你看我很认真啊 这张表之前就给你做过了 有 我说历史上几次外资大卖 结果 大卖超的第一名 有没有 有 在去年的2月26号 去年2月26 那时候因为道琼正好杀 来我们那一天 外资卖超 500 944亿 944亿 好 再来 第二名在哪 在这里 在这 第二名就是在我们刚刚讲 次贷风暴那时候 2007年 7月27 我记得那时候我正好人怎么样 应该回来了吧 回来台湾 对啊 正好我跟我老婆去埃及 每次我们出国台股就大跌 原来如此 后来以后我们出国 出国前前把股票买光光了 难怪去年一整年台股大涨 因为去年都没出国 我没办法出国 我超想去 超想去滑雪 滑雪对不对 没办法滑雪之后买个Oculus 去找那种 有360度的那个 有人滑雪的这样 觉得自己在滑这样 好 所以07年是卖超第二名 623亿 你看第三名在哪里 也是在07年那一年的3月 卖超549亿 来第四名 第四名在哪里 第四名在这个2020年 就是疫情的那个时候 疫情之前 那一个月卖超545亿 对 好第五名呢 第五名是在去年的3月4号 3月4号卖超525亿 然后第六名在去年的8月19 卖超了500亿 我要告诉你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每次外资大卖超之后怎么样 都会有一波 不出五天股市就展开一波大反攻 所以这次卖400亿也不算少 对就有可能是第七名了 对也不算少 所以我认为这个400亿卖下去好啊 那我认为一样不出五天 那当然今天其实就一根300亿的 300点的一个下影线 所以我每次看到大卖 我就觉得这个外资操作 真的跟散户一样 追高杀低 是啊 台积电他买上来的 前两天台积电也是他在砍的 没有啦 为什么 因为这些外资什么 都是被动型的 被动型的 被动型就是看涨 追涨 看蝶 杀蝶 对 诚实交易 敢有更厉害 没有了 对吧 好 所以不要迷信外资的神话 好 更不要去迷信 相信外资的目标价 想到这个脚 这个老师 你知道老师黄金右腿又要伸起来了 想到这个脚又要举起来了 对啊 几大外资 老师之前都有点过名码 谁只要一开口 老师脚就要举起来 今天消息有讲富财 今年美股获利上看五块 富财 我讲mini LED 对对不对 我们从去年跟你讲一整年 四大成长产业 最近的mini LED表现都还不错 对 可是因为在这一波台股一月下跌之前 mini LED是零涨的 对 但是你们领涨今天感觉上就没那么强了 为什么 因为 今天处利多了 因为这几天 因为这几天就一堆 对不对 大盘下跌它逆势上涨 所以很多人资金都往mini LED 往富财 台表科 惠特去 所以你就发现他今天 利多出来他就不涨了 其实今天很多跌生的就表现不错 对不对 但是涨多了就下去了 你看今天强貌就很好 对 强貌今天高低 六七块 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就直接看富财跟强貌做对比好不好 来富财是3714 今天的富财 果然嘛 掉下来了 掉一块嘛 对 报纸消息很强嘛 那2481的强貌呢 看到没 有没有 有 有没有 这就对比了 那你说 这一根今天是一根红K 这像不像右下角 是啊 那所以你有没有山头斜照呢 对啊 去相迎呢 这像不像山头斜照 像不像夜下角 有没有 所以我就说嘛 我们再打回刚刚那个富财 富财 然后这是大家都在说好的 有没有 仙长领长 然后当 感觉上下一个他会不会 当大家都冲进去的时候 我看我还是比较直好了 帝多心 我看我还是比较直好了 老师已经 我怕到时候这一堆人又要恨我了 好啦要过年了啦 过年了 我们就不要再让楼下排队人变多了 你觉得这像不像右上角 这很明白很明显吧 然后再加上今天利多的新闻又出现了 对 那再看一下刚刚那个墙帽 有没有 这是两档 真的是很明显的一个对比 你喜欢哪一种 我知道老师喜欢这一款 对不对 我觉得很多人就喜欢刚那一款 对啊 那片面我就喜欢这一款 对啊 所以我这个人 我常跟人家 人家 可能我这个人 生性比较有同情心 我对这种被打落水果的人 我就不太舍得再去 再踹他了 再踹他一脚 懂了 然后那一种 我想 这一种 我觉得这种各种个性有关 我喜欢写中送炭 写中送炭 我不喜欢像刚那种 井上天花 是没错 那我也不知道 那为什么我喜欢写中送炭 我就总是会赚钱 那喜欢井上天花了 那到底 你赚到了吗 你赚到了吗 问问你自己就知道咯 好 再来 老师 突然觉得 元宇宙啊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 对 你再去对照 11月那时候的宏达店 是啊 天天都是宏达店的利多 对啊 长厅班长厅班长翻天 那你再去看一下那个 记者访问王雪红的时候 对不对 你看不是那个圣诞 有啊 他们很嗨啊 对不对 那你再看到这个新闻 对 然后你手上有宏达店的 请何以堪 在当时我怎么跟你讲的 我就说 反正你当时我讲你都不相信的 那没有关系 事后我们就可以来验证了 这句话我讲出来其实就跟我在讲航运鼓一样 木桶摇指 其实我讲了我心都很痛你知道吗 虽然我没有那我干嘛痛啊 因为老师知道有很多投资人你可能手上都有 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就是希望你 在你咖还没有马上去的时候赶快先走 好 我们看宏达店 今天收盘破底对不对 对啊 对不对 收盘价创 就创收盘价新低 这边是有一根下影线 拉上去 但是今天的收盘价 收盘新低没错 十二一 你看从十一月过后 这两个月 十一月中见高 这两个月 开始 你相信元宇宙 嗯哼 你相信 你相信 宏达店在元宇宙这个梦的人 嗯哼 嗯 你全部 就是如果你是追在右上角 是不是就是你的风险很高 正好就这个地方嘛 对啊 他那边整你一段之后再喷一段 这一段喷上去全部都套了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还没有 之前的大量在这边 这边大量还算很低 但是在这边在做盘整的时候 我知道这边会不会是因为关紧闭的关系 我不晓得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真正大量在哪里 在这里最高点 对啊 你看那个大黑K的前一天 这边有多大的量 我不是告诉你吗 隔天爆大量黑K 我不是告诉你吗 爆量黑K 很多分析师为了要收会员 他要去博曝光率 曝光度 他要特别找有量的股票去讲 吸引人气 他才能够有人气 吸引人气 对 然后呢 但是有多少人就因此而套在这里 对 套在这个量当中 你有没有发现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 对 你没有发现我带你做都没什么量的 老师是本着良心良知跟你 你们喜欢做人气股 我这两天就讲了 你喜欢做人气股 你喜欢相信那些分析师 带你去做这种人气股 从很多人气 人气很旺 到现在是变人气是被人抛弃的 我当初跟你讲你不相信嘛 对不对 你说你就是 看好元宇宙相信元宇宙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好啊那现在到底谁酸呢 现在到底谁酸 你光从这边去看 之前这边都没量啊 对不对 你真的去看红大殿 之前都没量耶 对啊 这边没量你都不买耶 这边没量你都不买耶 你现在才看到这边今天收盘价破底 这边所有的人全部被套 再请你往下看 这边化过去 对不对 到今天为止破底嘛 所以我化过来 这边所有的量全部被套 是不是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都是量耶 这边之前都没量耶 换句话说 这只股票把你带上来之后 让多少的人因为元宇宙的梦 全部套在这里 看到没有 看到了 这样的 这就是股市里面的残酷啊 这个景象长得跟航运很像 这个景象有没有好朋友 当你看到冲上去 然后一堆人都在上面的同时 为什么现在的成交量越来越低了 因为 很多人 越来越套 对啊 越套越多 被套在从7月的航运 8月的钢铁 9月的塑化 一直到元宇宙 你的航运你套一次 钢铁在套 你想说这边你没买到 你希望从元宇宙再把你航运的钱 赚回来 再赚回来 结果就再 再死一次 连环套 我跟你讲我不是看不懂 我就是因为看得懂 所以为什么这一波我完全 我跟你讲会员你可能会怪我 为什么这一波不带你做元宇宙 就是因为我太了解他了 那你现在看到了没有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 用心良苦的了解 我宁可让你骂 我宁可让你笑我 就好像当初6月7月航运在飙那时候 我们手上一张航运都没有的时候 我可以 我可以让你笑 我可以让你骂 我可以让你酸都没关系 同样这一段 我可以让你笑让你酸都没关系 我依然怎么样 坚持 我依然坚持我要走的路 我依然坚持我富贵稳中求 我依然坚持怎样才能够有稳稳的幸福 讲真话 智者是孤独的 对不对 老师总是我们就是说真话 好 那他的股价限入宝贝上 刚刚大家都看到了 他没有尝到美国VR商家 为什么 他的卖价售价太高 对不对 第一个 第二个 美国的VR装置都是被什么 苹果 都是Oculus 对啊 苹果还没推出来 都是Oculus 他怎么跟人家比 那Oculus在去年 他每个月都是已经百万台的订单 对不对 老师是好不容易帮你抢到 抢很久才抢到 这一天我一直在摸Oculus 我想 我一直在找出他真正的卖点 到底在哪里 是 有感受了吗 我都觉得还是觉得好难用 好 没关系 但是我有试着用Oculus 去看我们的古海大丈夫 我一看 哇 这个 好立体吗 立体是不至于啊 但是你就好像看一个大电影一样 那个大电影画面啊 天哪 因为他画面可以调大调小啊 那我就把我昨天的直播影片 我是手机拍直的嘛 然后我就用我的这个Oculus来看 去看 哇 整个层层就在我这个前面 是哦 天啊 哦 我好想感受一下 好感受啊 你就看到我妈呀 欧巴就在我眼前 就是这种feel啊 你懂吗 其实我有试着去拍VR啦 立体的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学会怎么转档 不然我想未来我推出一个VR版的 哦 你看我们节目你就觉得 你就是在前面 看着我跟天心 是 就好像 就像老师就站在你面前 跟你在解今天的新闻 你知道吗 站在你眼前的那种feel 哇 好过瘾哦 来 今天有一个新闻是 贵买两大指数成分股调整 对不对 我带你看一下有什么 他有讲的啦 好 新增 汉累 高端 市党 然后富贵两百呢 则新增 油田 味素 所以最近的油田表现不错 很强 我想应该跟他新增 在富贵两百里面有关 那其实富贵五十又是怎么样 富贵五十比两百又更猛了 因为就是那五十党 对 所以看汉累 高端这几党 那我这边有大概列出来 你们大概了解一下 好 像富贵五十 汉累 玉创 茂达 高端 那富贵两百新增的有油田 味素 光洁 他也是最近投信买超的 Oh My God 也有 利凯 利凯 KY 福邦正 万泰科 华锦店 安国 好 那我这边要告诉你的 你要留意一点就是说 新增 这个是已经发生还是还没发生 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 对 对 换句话说 如果他是新增 那投信如果他们手上是类似模拟 富贵五十或富贵两百的 他们应该就会再知道这个消息 之前就先买了 之前就要先布局了 对 好 那如果后知后觉的 你现在知道了 对不对 你现在去买 那如果他还没有追踪这个指数的话 也许他最近还会有 还会有怎么样 还会有去追踪的这个 买气 就是要去追上这指数的成分的比重 也许他们现在会调比重 说不定有些人还会买 但是留意 如果他已经进去一段时间了 他没涨 那就不会再涨了 好吗 懂了 这老师教你看 对 除非怎么样 除非这里面有我看好的 有未来趋势成长 趋势成长股 没错 懂了 好 有 老师这样看有看到吗 有吗 他们应该 当然有 有 当然有 有 我们会员 里面有吗 会员 老师的笑容 你自己解读 你戴上Oklos看老师的笑容 好 我们很久没有分享那个LINE AT的回馈 对不对 好 来看一下 这一个人呢 有没有说跑去参加 抹擦头顾的分析师 好像还参加两位 结果不是说亏了三百万 后来自己就停损了 因为就是老师买那些传产 去买那老头顾 对 然后买传产 然后一直破底 是 后来就觉得说 不如自己做算了 他就把他砍掉 那他一直都在追踪我 对不对 他曾经好像在八月九月 要入会 有想要 就没入会 就跑去 就跑去跟着别人 就还倒亏三百万 我们的会费了多少钱 对呀 然后好 这个就不讲了 好吗 然后现在他明白了 你看他讲说我很强 确实有用心 对 创新独特见解 而非什么样 以老卖了 老人以买了 以老卖了 我觉得他讲的就是在讲他 之前的 亏三百万那个人 懂 好 然后他说老人以卖老 不追求创新 只会看图说故事 对不对 他说的是之前的那一位 那但是他觉得老师很棒 老师有很多创新见解 这是有一个人 手上有这一些 你看 哇好多 长荣 阳明 万海 船票 然后他还打括号 之前参考57台老师 对长荣购买的分析建议 而自购 而且还 我说嘛 我就告诉你 那你电视不如不要看 看了反而让你自己套更多 我就已经跟你讲了 你看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间 他没讲到他的时间点 我有没有给你看好 黄韵国 从来没有 我就是在烈杀红色10月那时候 杀破底 我说我想办法带你截套 对不对 你来参加我截套班 所以这一波谈上来 我们不是有来参加 就陆续带他往上一支出调 我连上礼拜我来秀给你看 我怎么带他下车 全部出完 对不对 然后下车转进什么股票 对不对 所以我说学类时 不缺嘛 是 对不对 你看他 他还特别强调 57台老师队长龙 好 希望建成老师队有帮到你了 谢谢诚哥 会员专属影片 因为我在礼拜六 股班的时候我特别拍一个 是 实战 实战的教学影片 我只针对会员 是 会员你们都看到了 我就说一个股票 你不要担心被套 是重点你的资金控管 你要怎么操作 我也实际用台表科为例 告诉你要怎么操作 是 你最终不是套的问题 而是怎么样 你最终你要怎么去获利 有没有 有 你们都看到了嘛 他自己有回馈嘛 对 对我的帮助很大 而且也了解加码的意义在这 多希望诚哥多出一些 这种会员专属的影片 尤其在利空来时 可以安抚会员 也能绑住大家的手脚 OK 现在如果诚哥能开K线 图线上教学班 可以学哪个进场点 哪个出场点之类的判断 我觉得对大家的观念 会更有效提高 但是老师其实年后老师时间非常满 以后慢慢开 好不好 但是你只要说我会员 我会把我知道的 尽量的跟你分享 翔龙十八掌 一招一招交给你们 未来老师出书 其实也会把一些心法都放在书里头 对啊好不好 OK 这个是 这一样看的影片 传授心法 感谢老师传授操作心法 真的很不一样 很棒 再次谢谢老师的用心 因为我们大家都用均价的思维去玩股票 这是错的 不能用均价思维 我都在我的礼拜六影片教给大家 会员专属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这部影片 那不好意思 麻烦你入会 你自己来跟上 麻烦你入会 因为这个我不会再给你什么 要资讯我给你没有 好 这专属会员 因为这个我特别花时间路 这我就只给会员了 是 好吗 好 老师假日都如此用心 让我们成长太有座心了 有没有 另外一个 这更有趣 这个曾经在我们的韭菜游戏 这会员 曾经在我们韭菜游戏 某一周好像拿到专层 成绩还不错的 我好像大概知道了 某一位会员 他更用功 他直接把我的影片重点 他做出来 他要把五个重点都写出来 他自己写的 我没有在里面弄重点 但是他把他自己整理 把我整个影片 你好棒棒 第一个 资金控管 第二个 选股 趋势成好 第三 下沙别怕 是第一接机会 第四 别瘫 预前压可先卖 第五 要有耐心 你看他第四个 他第一个要写说 别瘫 预前压可先卖 他光这一点 他就有很认真 真的 在看我 因为我其实我讲的都有点 我觉得我都想说 会不会有点复杂 因为很认真在看 他真的把重点都截录得 非常的精准 你看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 他说别瘫 预前压可先卖 因为你可能卖掉的时候 他还会继续涨上去 是 但是那没有关系 好 因为我在整个影片当中 我都告诉你的 整个操作节奏就是这样子 现在赶快 反正你最终你都可以赚到钱就对了 你赶快截图这个画面 你赶快截图这个画面 因为我的这个操盘 是 我自己用了十多年了 大丈夫操盘新发 我自己用这一套我用十多年了 这是老师的精华 无往不利 是 无骨不转 有啦 至少 至少我们可以胜率高 前提是趋势成长股 对 胜率非常高 比较快啦 景区循环股不是不能 可以 但是你可能要等下一个景区循环来 那个操作区间更久 可能半年一年 但是如果是趋势成长股 基本上你那个加差这样操作 基本上一个月两个月 你就可以赚好几趟了 有没有 所以 好吧 操盘新发 把它截图下来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非常好用 这个要配合影片看 非常好用 这要配合影片看 对 我说我这个 用了十几年这个操盘 其实也不是我创的 是 日本有个股神 四川银杖吗 不是 那还有谁 日本有一个 他本身也是用这一套 然后 这一个 让他的人生可以达到财富自由 赚好几十亿日元 他从几十万赚好几十亿的日元 我们就是要复制人家的成功模式嘛 他那一本书 基本上 现在市面上乱不到 中华民国也没有人在印了 那个书已经是 绝版品 三十年前以前的书了 你看我去 你看为什么我告诉你 你看这样的盘 你就是要用先人的智慧 你才能够 不配被这个盘给 我说 我说过去这半年多少股市老手 全部都摘跟斗 才不会被像韭菜游戏一样被刷掉了 我说过去这半年连很多老手都 被刷掉了 都刷掉了 对啊 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只有 我说中盘 能够对抗中盘的就只有怎么样 你要回到富贵稳中求 你要回到富贵稳中求 你要回到巴菲特那种方式 慢慢变富 你要回到巴菲特那种方式 再搭配我现在讲的这一套超盘心法 你绝对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没错 好不好 一起做赢家 好朋友们 所以巴菲特心法你想要学习 巴菲特班直接跟上2542 9977 就是找寻价值投资型的股票 好有趋势向上的股票 有未来成长性的股票 有梁慧妮反应 老师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他看我上礼拜五的节目 情绪 老师的情绪 情绪高昂好像很凶 对 我跟你讲 你们真的认识我不够久 你知道我很激昂 我很慷慨激昂 我很生气的时候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因为有人不听话 我怎么样 我是爱之生 对啊 则之切 真的爱你心切 我是气急败坏 记不记得 我在10月 10月15号 我说你回去看那天的影片 因为国际 五大利空 五大利空 烈杀红色 很多人又 在那边担心又在那边怕 然后我怕你自断手脚 自断经骂 我那天我讲到很生气 我还给你敲 有 我记得 我说给我报好 听到没有 有没有 有 上礼拜五我已经很收敛了 真的 我已经很收敛了 但是大家有感受到 我只是口气比较 激动一点 激动一点而已 对 你看我今天很乖对不对 我讲话 我开始低声下气了 那老师依旧还是那个欧报的气质 我说真的啦 真的做股票不是涨跌问题 是能报不能报 好股票报好嘞 我们不是说就有人 晚上要比好几个分析师的节目 对啊 好几台电脑在那边交叉比对啊 最后怎么样 你还是受不了诱惑嘛 对啊 被那一种 华众取宠分析师去骗去买右上角的 结果亏一屁股 那我们就有会员 一样比了 比了最后发现 事后验证我讲的 最准 最实在 最稳 然后来入回 所以我告诉你 你不用再去比了 我说真的 你比来比去 你就发现还是我最稳 好吗 没问题啦 老师都是从基本面选股 找寻未来的一个趋势成长股 具备有投资价值的好股票 跟着老师我们长线投资 复制巴菲特的模式 我们慢慢变富 能够一步一脚印的变富 巴菲特班25429977 再次感谢永城国际投顾 陈建成分析师和好朋友 要做的分享 感谢建成老师 谢谢甜心 谢谢各位 让我谷海大丈夫陈建成 带你富贵 稳中求 欢迎加入永城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谷海涛金的行列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